那种的 这样吧 咱们接下来 看看姑娘的职场情商如何 刚入职不久 怎么样才能用 不失礼的方式问领导 公司加班费怎么算 没有加班费 能不能倒休 我可能会直接说 那我就是你领导 就直接来问我吧 对 我就说 周六周日 咱们有加班费吗 或者加班费怎么算 你活没干完呢 提什么加班费啊 你不得先把钱跟我说了 然后才能给你干活 你是小时工吗 但是我是在这个公司工作呀 公司有规定 你去问公司的规定去 好吧 问一下那个财务 如果你只是 跟着钱干活的话 你现在给我离职 好吗 你给我当兼职 算小时工 我给你这个 你撇他 开个玩笑 我感受心里挺不舒服的 就这种问法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如果你直接像跟我这样 就是一句句怼下去的话 我真是有可能让人力 就把你给 是 正常我也不会这样怼领导的 正常潮汐也不会这样 但是我想说就是 因为我们企业家刚才是扮演角色 不是他的真人的状态 但是刚才那个互动方式 也会让员工很不舒服 其实今天你用那个方式 如果跟所有年轻 像他们这一代 90后 00后对话 就不用公司吵他 他们都会吵了公司走的 他要的是 你告诉我这个活的目的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我能为公司贡献 你得跟他先讲明白 他就会去干 然后剩下的关于奖励机制 他会愿意耐心等待 前提是尊重 这个题的回答肯定是减分的 对吧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境 到职场里面 他问题是怎么 不是礼貌地跟领导去提 不是不让你提 跟领导谈判 那么你有一个优选方案 还有一个保守方案 那优选方案 那就是直接给你加班分 保守方案是 如果没有加班费 那我调休 你其实有一些 回避矛盾性人格 银河性 当然这也是一种 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没错 但是一旦你步入真正的职场 像跟曹总这样的交锋 是天天可见 随处可见 就他给的第一个反应 我是要给满分的 起码在我的公司里 因为他说我直接说 我觉得这道题 直接说是最合适的 就直接找 说这加班费 还是算那个 还是算那个倒休 这个我要给一百分 这个第一的 首先反应是 他本身的情商 所以我要给加分 其次是刚才 我们把他放到了一个 他既不喜欢 然后他也不会发生的 场景里面去 就是我们职场情商课 考的不是对和错 考的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 不是姑娘表现不好 和情商低 反而体现出来 她只是说 她是那种 就是好好说话 就会听的那样的 好吧 第二环节 职场情商课 我们也考察完了 在第二环节 做选择之前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 既然你是来 答疑解惑 所有企业家说的 你认为对的 和你听上去 有道理的 都应该记在心里 来吧 企业家们 七位 做出选择 西位 做出选择 非常遗憾 精心 给你两个建议吧 第一个是理解别人 之后呢 别人才会理解你 第二个呢 是在自己的职业上 有一个短期的目标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同时要为自己争取 你不是喜欢旅游吗 我相信你每到完一个地儿 回到大连之后 肯定要谋划 下一次去哪儿 对吧 不妨把今天 作为一个起点 考虑一下 离开这个舞台之后 自己职场的下一步 再次感谢你来到 为你莫属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